在行走中观察 在冲窝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在晋国和楚国走向没落的时候 吴岳两国在仇恨中迅速崛起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人物 吴子虚和岳王勾剑悄然登场 日暮图穷卧心尝胆 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传奇 就让我们仔细聆听吴岳春秋 上次和您说到 吴王和驴最担心的人 就是公子庆祭 庆祭在招兵买马准备回来刺杀 又是吴国第一勇士 看起来自己很危险了 但吴子虚说不怕 因为他手下还有一个比庆祭还厉害的人 吴王和驴当然不信了 于是吴子虚就和吴王和驴 讲起了这个牛人的一段故事 话说两年之前 齐国派了一个使者出使吴国 这个人叫焦秋心 焦呢就是辣焦的焦 秋就是秋灵的秋 心呢就是欣欣向荣的心 焦秋心那可是齐国著名的勇士啊 过淮金的时候要在淮河印马 当地人就告诉他说 不要啊 水中有神 见到马出来就把你马吃了 焦秋心一听不信 哼 俺是齐国第一勇士 什么神敢吃我的马 焦秋心的随从就在淮河印马 结果真的就有水神出来 把马给吃了 焦秋心大怒 脱了裤子就下水了 结果与水神大战数日而出 被水神刺瞎了一只眼睛 大战水神这一段故事 鉴于五月春秋 很明显是非常夸张的故事 也不知道是焦秋心在吹牛呢 还是吴子虚在忽悠 或者五月春秋根本就是在编故事 好了 办完了正事 吴国当地的民间勇士设宴招待 算是两国同行之间的友好交流 三杯黄汤下肚 焦秋心这边就开始吹上牛了 满口是俺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们吴国怎么怎么怎么地 大家心里边都有些不愤 不过掂量一下 能和焦秋心这样对抗的勇士 身边还真没有 这个时候 妖黎出来说话 他就坐在焦秋心的对面 我听说 真正的勇士 那是勇往直前 宁死不受居辱 你跟水神恶斗 麻被别人吃了 欲者也被人咬死了 自己的眼睛还给弄瞎了 算是个三级残废吧 你这样还不去死 反而苟且偷生 你有什么好吹的你啊 妖黎没鼻子没脸 羞辱了焦秋心一通 焦秋心听了大怒 居然有人敢和自己这么说话 哼 你个小致老 小样的 我用我的小指头就能捏死你 你敢和我这么说话 说完站起身就要打妖礼 大伙一看 纷纷来劝了 焦秋心毕竟在别人那做客 也不好当着大家的面动手 愤愤然就坐下了 牛皮吹破了 吹牛的尽头自然就没有了 接下来这酒就喝得很不爽了 于是酒席散了 各自回家 焦秋心回到国宾馆 怎么想怎么憋气啊 嗯 好好的来出使吹个牛吧 还被当地一个不起眼的兽猴 给羞辱了一顿 啊 这 这怎么能忍得下这口气啊 于是辗转到半夜 始终睡不着 溜了出来 跑到妖礼家 要找他算账 来到妖礼的家 只见妖礼家门大开着 小门也开着 妖礼这个人哪 拖个赤条条光溜溜的 一个人躺在床上呼呼大水 焦秋心一看 大踏步上去 就把妖礼给揪了起来 可能您要问了 咦 妖礼不是啥都没穿吗 往哪揪啊 咦 您可别想歪了 焦秋心揪的是头发 既然是揪头发嘛 妖礼怎么也得醒了 睁眼一看 是焦秋心 咦 笑了 焦秋心这边 一手揪着妖礼的头发 另外一只手握着一把利剑 伙计 你有三大概死之处 你知道吗 妖礼听了 一点不害怕 故意盯着焦秋心 那只虾的眼睛看 你说说看 你在公共场合羞辱我 这是第一条 回到家不关大门 第二条 第三条 不关大门就算了 还不关小门 拖得光溜溜的在睡觉 败坏风气 这三条你知道不 妖礼听了 学着焦秋心的口气 反问他 你这三条都不成立 你倒是有三条 很不够爷们 很不男人的 你知道不 焦秋心一愣 咦 这小子还不怕死呢 脱口而出就说 你说 妖礼就说了 我当众羞辱你 你不敢当众和我拼命 这是其一 你非法闯入名宅 像小偷一样 不敢出声 这是其二 一手拿剑 一手揪我的头发 到这种状况 才敢和我说话 这是其三 有这三条 你还是个男人吗 焦秋心被问得愣了 想了好半天 才算想明白了 然后松开妖礼的头发 扔掉手中的剑 叹了一口气 嘿 我如此勇猛 以至于没人敢和我瞪眼 你小子竟然三番五次地羞辱我 还居然讲得这么有道理 嘿 I fool you 我服你还不行吧 你明明将人想花 想动作别急 还有我陪你吃冰 我心里不停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垂头还咬你 我爱你 不管你